都是个金花水泪容 既也因此世界中 韩世勋亲笔写下带有诗词的风筝 风筝意外掉落毡府 被二小姐詹书娟给捡到了 书娟见风筝上的诗句文采飞扬 便忍不住也提诗一首 风筝还回来后 韩世勋发现上面的诗句被修改了 他被书娟的文采吸引了忍不住惊叹 于是又提诗一首 并故意将风筝断线落在了詹家院子里 但这次风筝被大小姐捡到了 韩世勋受邀打算以诗会友 还认真地打扮了一番 没想到却被大小姐的容貌举止给吓了一跳 他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行为 后来书娟和母亲回京奔丧 在路上偶遇了进京赶考的韩世勋 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式碰面 书娟与文采飞扬的韩世勋一见如故 两人趁着月色一块探讨诗句 兴起之余 还手拍手唱起了儿歌 并互留了信物 以天涯路远为期约定再次相见 野外放风筝时 韩世勋越想越觉得 信物上的自己似曾相识 后来韩世勋高中状元 皇帝想要给他赐婚于宰相千金 被他拒绝了 他不想自己的婚姻和功名利路挂钩 回家后 养父逼他娶亲 负命难为他没有办法拒绝 无处发泄的他 只能一个人来到父母坟前诉说苦楚 而书娟也还在想着 那个神采飞扬的韩世勋 这场家族联姻 他们都没有办法拒绝 大婚当日 两人皆是闷闷不乐 晚上韩世勋 更是让新娘一个人独守空房 气得新娘回了娘家 第二天 岳母找上门来 想要为女儿讨回公道 看到自己韩世勋这才明白 原来自己娶的 正是他朝思暮想之人 他急忙飞奔出门 想找书娟 娘子 娘子 小生给你谢罪来了 书娟本来也不想开门的 他怎么会突然变得这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他看到你的字 你听 就拿出一把扇子来一笔 一下的人就变了 什么扇子 写着字的 还画了一只蝴蝶呢 嗯 书娟这才反映过来 新郎就是那碗鱼 他月下作诗之人 一个风筝 意外促成了 才子佳人的美化 祝愿天下所有有情人 终成眷属